一 二 三 四 四台 开车进普利小镇 驾驶被微停车辆吓到了 你太过分了吧 你停太进来了吧 不止一辆停在外侧车道 往前开 像是有样学样 好几辆车直接都停在车道上 里面有那么多 这日常哦 乖的是往前就能看到 路边停车隔空着 违规驾驶怎么回事啊 而直击到这些乱象的驾驶 找到停车隔 路边停车后 左侧却又来了一辆车 也在路中停住不动了 南投普利从上个月 也就是七月份开始 实施路边停车收费 不过整个小镇 在马路上到处都是微停车 不止驾驶霸占外侧车道临停 也有货车占据整个车道 普利警分局就在附近 居民说很少取缔 警察甚至无视交通乱象 或许是因为停车位太少 但路边还是能看见空着的停车隔 根据了解 普利的停车收费一小时二十元 开始收费后前三个月 每次停车的前三十分钟还免费 第四个月起前十分钟不用钱 希望可以增加周转率 但还是有驾驶不愿停进车位 宁愿霸占外侧车道 有驾驶呼吁警方应该要好好整顿 在普利的围艇乱象 TVBS新闻南投综合报道